畫面上就是前行政院長江一化 跟謝國良一起進行掃結拜票 希望在最後關頭 為謝國良多爭取選票 江一化在行前記者會特別提到 當年爭取軍港遷移計畫的動機 期許謝國良未來要好好建設 也就是基隆軍港的西遷 是在2014年的年底的時候 由行政院做成的一個重要決定 那剛才國良也講到 其實我擔任行政院長的時間 是2013到2014 也就是民國102年到103年的這兩年期間 那國良當時跟徐超平委員一樣 都是我們基隆的立法委員 他們對於基隆將來要怎麼樣 才能夠有跳躍式的發展 怎麼樣才能夠替我們基隆鄉親 創造最好的繁榮的機會 都非常的關心 想像的就是 我們在把這整個東岸碼頭釋放出來之後 各位可以看得到 它以後再也不是這些軍艦停泊的地方 它不管是要做觀光的郵輪 或者是一些小型的這種遊艇的規劃 可以讓整個東岸變成是一個像歐洲 或者是一些西方國家一樣非常漂亮的一種遊艇碼頭 所以未來我會認為整個東岸 整個中正路上都是要打造一個快樂觀光旅遊休閒商業購物零售 這樣子的一個商業區域 這個策略跟這個方向一定是從江院長定案那個時候開始 未來會繼續發展下去 所以未來我假如擔任市長 我一定會自力打造於這個東岸 中正路還有這個131艦隊軍港這邊的一個整體的觀光的一個零售的一個區域 至於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特別來基隆為謝國良造勢 希望鞏固國民黨基本盤再向中間選民請託 北北基陶一定要一起合作 就像我們今天在新北侯友宜一定要跟基隆能夠密切的連結在一起 台北的蔣萬安也要連結甚至到桃園我們都要連結在一起 那這次很明顯的我們這四位候選人不論能力精力學歷都是最強的 而且我相信他們四位共同勝選就可以打造一個北台灣一個超級大的一個城市 這個基北北桃我們就可以連結在一起 記者黃正生基隆報導